车辆回堵每辆车依序排队停红灯 突然右边一辆车子跨越双白线 斜插右前方 接着车内男子开门 先朝路面凸了口疑似槟榔芝一体 这不打紧他不明原因 回头看向后方驾驶狠狠瞪了好几秒 后来他干脆不关门 车门往外推 左脚顶住门故意不让后方车辆前进 违反大陆交往管理处罚条例 第45条一项12款 任意使出边线任意跨越 两条车道行驶 处罚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罚还 前方车辆开始前进 这位陆爸哥慢慢收脚关门 直接切入内线插队往前开 嚣张行进全都路 PO上网引发踏罚 网友建议检举告发 只是这位老兄开车门 又故意伸脚顶门 用这种方式挡路 挑衅意味浓厚 却没有罚则可罚 应该是没有罚则 这部分如果日后发生问题 在行车技术上 把他记录下来 陆爸哥顶住车门的那只脚 罚不了 不过车辆跨越双白线插队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可处600以上 1800以下罚还 而乱土槟榔枝 提供环保局举罚 可以处罚1200 这位陆爸哥被拍下 嚣张行进 最多吃上3000元罚单 记者刘一清高雄报道